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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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一个心灵上的一种空间 藉由外境的改变 然后腾出一个心灵的空间 然后能够做一个内省 然后能够向下扎根 挖掘一些生命的深度 然后再重新能够投入到 这个世间社会去贡献 我想这个是夏令营本身很殊胜的地方 人生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刚刚提到说 有不少我们学员已经是退休的教师同仁 但实际上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是没有退休这件事情的 有退休但是要休 这个是有困难 休只是休息 不是这个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宗教学训练的背景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在宗教的历史里面 很多重大的事件 或者是今天动地的一些宗教的创造 其实都是来自于退休当中 像那个穆罕默德 他在退休期间 然后因为忽然间 他等于是聆听到那个加百利天使 对他的一种 应该说是有神力的威慑 所以使得他身心不能自在 那个被动 那后来那个加百利天使 要他能够把 照着他说的这个东西去附送出来 那后来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古兰经》《可兰经》的内容 那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穆罕默德还非常的惊恐 觉得他是不是着了什么魔 或者是变成了我们讲的那个灵机 那但是实际上到后来当然都知道 因为《古兰经》《可兰经》 文字非常的优美 所以很多他们后来信奉这个 伊斯兰教的人都说 那个《古兰经》的内容 听起来念起来 他们都是 不是了解经意的内容之前 就先聆听这些 这个经典的音韵 就觉得这就是天籁之声 所以退醒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机会 就是说 抽离我们在世间当中的 所受到的一些城市的 就是纷扰的影响 腾出空间来 然后能够有一种生命的深度 然后能够有新的发展 所以我在这边也算是一个开场 然后也就是祝福大家在这边 都能够有很好的收获 也许有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在这五天之后要发生 至少是对各位的人生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这个也很有趣 光的是四方很贴心 我们其实也是选题目的 因为他们邀请的时候 希望讲师们就这些题目来选择 我就选了这个题目 所以今天我是跟大家一起来考试的 就是说有这个题目我就回答 然后就我的所知所学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谈这个问题 题目是掌握人生的堕 做自己的主人 我想妄文生意很容易就能够明白 就是说重点是那个堕 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但在人生里面我们难免 很多时候大家也听过 人在江湖深不由己 然后世间经历越久 又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不由自主 那这里面的这个题目有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这个堕 这个堕呢 也许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但这个堕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个不光是我们设定方向目标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设定方向目标主要是 罗盘跟指南针的功能 但是你有了方向 你能不能往你设定的方向前行 这个堕的功能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堕哪里来 这个是一个比喻嘛 如果把它放到人生的实境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堕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堕不在外面一定在里面 因为在里面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性 你能够去跟它慢慢显手 连结 然后它在发挥这个指引方向 或者是稳住这个方向的功能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你才会确信说它就是你的堕嘛 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主要的这个重点 目标当然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就我的所学的部分 看能不能对这样的一个题目 提供一点大家思考的内容 那首先当然我们这个面对到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人生的问题 这个人生的问题是什么 我这边开始后面会挑借用 不是每一张图 但是主要就是借用那个 宋朝郭安禅师他的石牛图 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本来他就是一个在记载 评论 也给后人做一些指引的修行的地图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修行的这个情境里面 然后按照一个发展的阶梯式的 那个情境的一种缩影 这个是第一个图 那那个一共有十个图 那我们今天因为不是讲石牛图 只是借用它 来体现我们讲的人生的问题 那我们人生会有问题就是 这个各位看到这张图 它是一个木童 那它是木牛 然后到了这个 到了野外去 然后突然之间它现在这个 一开始第一个图啊 它叫做寻牛 就找牛 为什么要找牛 因为它带出去牛 现在牛不见了 那很有趣就是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牛会不见 我想可能是那个木牛童 在那边偷懒 睡觉 没有注意 所以牛就不见了 所以他家的东西 本来是他家的牛 现在跑出去了 那其实找到人家 也不认为一定是他的 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寻牛的问题 那我们人生是不是 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到了某一个阶段 或是某一个时空里面 我们突然会觉得 诶 我不知道我在这边干什么 我好像在找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美国的那个宗教心理学之父 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 他形容这个宗教经验的发生 主要就是来自于 人们在生活的过程里面 当你度过了那个表层 像小孩子都喜欢吃糖嘛 他发展的那个 这些是舌尖现象 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都喜欢喝苦咖啡 因为他是舌根的那个角兽 所以他是慢慢来的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人生不是没有快乐 没有好 这个我们一般认为的 这个正向的东西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在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表象 然后你会发现 好像有点什么问题 Something wrong 我们今天在佛教的道场 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 佛祖 释迦摩尼佛 当初希达多太子 他过的人生 那个最好的一个待遇 可以讲说是一个最高阶的 一种享受 那么只要这种享受 能够持续的话 我相信他也不一定要修 出家修道 但是当他有机会看到 现实的生老病死的时候 他只问了一句话说 这个情况是只会发生在 这些人身上 还是我也会发生 如果也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这个事情就大掉了 因为我要失去的更多更大 然后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 变成没有意义 这条决心要修道 要出家 要找寻答案 所以也可以讲说 当初释迦摩尼佛 在希达多太子的身份的时候 他出家也是为了要寻牛 因为遇到人生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每个人 遇到的情况不见得相同 生前不一 但是基本上 这个像William James 他用一种现象描述的方式 把我们总结了 就是这个宗教经验的发生 通常都是在于 对于现实的不满足不满意 觉得有点问题 英文讲就是something wrong 有些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但是又不太说得出来 那不对劲到底在哪里 那我当然相信各位在今天 能够在座选择来这边参加夏令营 然后能够尽心 尤其我们长老是尽心长老 我们都非常尊重 非常的敬仰 所以今天能来 我是很开心 然后那个 但是大家是不是 因为之前就有这样的一种体悟 所以今天选择来这边 来这边是寻牛的 有没有 因为今天我不好意思开那个玩笑 因为通常这种演讲 我都会问同学说 有没有走错教室 你确定来对地方了没有 那你要确定的话 你之前应该先想过 而且你已经做了一个意志上的肯认 然后你才会采取这个行动 那大家有没有想好 各位这几天不妨想一下 接下来结束以后要回去做什么 要去哪里 像这种目的性的思考 从我们出生开始 在一些牙牙学椅 或者是小孩子在爬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已经充满了这种目的性尝试的冲动在里头 你知道那个 我看过那个BBC的影片 那个像小孩子 他在开始爬的时候 他到处都会去尝试 可是当你给他一个斜坡的时候 他不会下去 他已经可以感觉得到这有问题 然后他会把身体倒过来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从小 在没有言语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被置放在一个目的性存在的空间 我们去衡量这个情境 会评估这个情境 我们似乎感受到在这个情境里面 有一个我们要去达到的目标 有一个目的性的冲动在这边 那所以今天一个人的一生 从出生开始 然后到我们进入学龄阶段 开始学习社会化以后 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 但是我们的前半段的人生 主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 找到一个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 有意义的一个网络 可是中年以后 尤其像各位大家 都经历到这个阶段以后 开始的问题就不是只是跟社会性去建立网络 比较像是我们传统董众书所讲的 那个天人之计 我们人跟天 小宇宙跟大宇宙之间的关系 这个意义网络要建立起来 如果这个网络建立起来 建立的不顺利的话 我是教生死学的 教临终关怀的 各位在临终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个各位想刚刚说 来之前 你已经给你自己一个目的性的赋予 离开以后 你也会一直不断的去问这个问题 那 有可能说我们今天到了临终的时候 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吗 就是 就是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去哪里 看起来是没地方可以去 如果你接受当代的 唯物的这种思想 然后你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有形世界 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检视一下 就是我们认为很多真的东西 其实都并不真了 那真的到底在哪里 要做自己的主人 得要找到很真实的所在 然后你才能够修炼去掌握那个舵 于是乎你的人生才能够 不顶设定的方向 你还能够一直往那个对的方向去 因为如果是刚刚讲那种情况 到了临终时刻 病人最大的痛苦就在于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没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很 我认为并没有很深奥 是非常平常的 就是我们一辈子做的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总是在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由那个目标回过头来界定自己 告诉自己说我是谁 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的意义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再调整这个目标 我再做思考 再更深入 然后一直走 有一天走到临终了 说我不会问这个问题 大家相信吗 病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没地方可以去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怎么样可以 所以像这个佛教讲的彼岸思想就会出现 只是说我们今天有了经教的一些基础以后 我们可能要再把跟我们生活的经验 世学的部分能够做一个整合 我自己个人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早期我也是学佛的时候 到宗教学 这种学理的东西 虽然我已经往经验进去了 但是后来因为感谢佛菩萨的栽培 有机会到生死学 台湾一个新创的领域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高龄社会 发展的社会的需求 有机会把这两个部分去做一个整合 你看到临床上病人的痛苦 他们其实很多的问题 都是宗教里面 或者我们刚刚反省到就是说 人作为一个目的性的存在 他必然会需要的东西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常常就是我们会栽跟头的地方 我们把握的不好的地方 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 你需要做一个 你做任何事情 其实都有这个目的性的思考 但是你最终到了这个生命的终点的时候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它的解决的钥匙 仍然埋藏在这里头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救天人之际了 那各位看到这个木童在这边 它其实是在找牛 找不到牛 不知道在哪里 人生常常是有这个迷迷茫茫的感觉 就是这个时候它搞不清楚 这是要做什么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看起来好像拥有很多 可是实际上 如果深入到这个目的性的层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常常是有时而穷的 捉襟见走的 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全球化 背后这个动力 大家知道就是 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 它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 然后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它推动了全球的商业化 接下来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的世纪 有人这样讲 但是问题是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在 几度C几度C的边缘了 常常会听到很多这种 我们现在有机会去看影片的话 我是没有机会去 但是有的时候坐飞机 无聊的时候看一下 都发现很多灾难片 都以灾难片为场景 来告诉我们 接下来要发生很多 这个人性的灾难 那这个都是人生的问题 可以是个人很小的问题 也可以放大到很大的人生 或是说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 因为既然我们在谈天人之际 所以今天我就会希望说 能够把它拉到这个层次来 更为谈人性 这个是我们在第二个小时 最后的时候 会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做反省 这个其实是俗话 人无千日好却有百岁 因为千日算一算 一年365天 除下来大概可能不过 就是三年的时间 三年时间不到 就是你算上好日子 大概没有那么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忧虑 比较多 像我这个岳父也是 那种高超的 他这个 我们到山里面去 他说没刚好在那儿 如果有一个什么逃犯去那儿 他在唱什么 我们想说 怎么可能会这样 那那个 他送给他的孙子的礼物 竟然是电极棒 就是老人家都是有那个安全的问题 你知道意思吗 那当然 他的初心是不错 但是问题就是说 人如果 人当然就是说 大家知道 以前范仲淹也有讲说 读书人应该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忧不是坏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去检视 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 真实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到底在忧什么 忧会不会是我们人性的一个根本的特质 那这个忧本身 它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带来什么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风土病了 等于是时代的流行病 就是所谓的忧郁症 这个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但人生为什么忧郁 其实有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负向情绪 其实也可以正向的来看待它 简单讲 我可以讲答案就是说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没有出入的 我们都心知肚明 但是问题是 好像大家在周遭左右的人 也都不把这个事情摊开来讲 大家还是假装是觉得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 可以找到我们要的东西 难怪我就会忧郁 因为没有出入 大家知道忧郁是一种什么状态 在临终的病人身上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情境上也会出现 就是你过度焦虑以后 你大概就会退缩 从这个世界抽离出来 所以忧郁的人 他一定前面经过一个 焦虑 极度焦虑的状态 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 他只好退回到 他自己的一个境地 然后对外面都是挂冕战牌 所以忧郁的人不好辅导 你必须要很有耐心地陪伴他 像老年忧郁也是一样 你要等他讲话 主动权不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做 那个情境的触发 那当他愿意跟你谈的时候 他就是想要走出来了 如果他不愿意出来 你越是往里面去拉他 他其实会退缩的越厉害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看起来人性里面 是有这种忧的成分 但我刚刚讲忧不是不好 但时代来讲 我们的忧郁症 代表了我们的大环境 本身在意义的这个地图上面 似乎出现了一些空白 也出现了一些瓶颈 那当然如果要去找牛 我们当然就要去开始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木童的话 他这个牛是他的财产 他一定要去找 所以在找牛的过程 就开启了我们讲的一个探索的旅程 因为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上穷碧落下黄泉 到处去找 那我们整个人生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发起了刚刚讲的疑问以后 人生的这个目的在内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有好多的人生的忧虑 所以他开始找 那修行也是一样 那么大家来这边 其实也是来探索的 人生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牛代表了 它本来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心性 就是属于我们人 作为一个目的性的存在 他所有的价值 他人生的很多的创造力 都是来自于那个部分 而他现在丢掉了 他要去找这个东西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过程 这个探索的过程 就是在寻找人生的真谛 或者寻找人生的真实 那问题是 人生的真实在哪里 那苏诗以前那个诗就讲得很好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是如善真面目 此缘身在此山中 那各位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那个牛也是一样 如果把它摆到禅中 做这个修正的功夫的话 那个牛 大家注意到那个牛 好像还没出现 但是它是黑的 黑牛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还没有能够去掌握它 它其实野性很强 它虽然是属于你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驯服它 不然也不会就跑掉了 那如果它一直都是跟着你 随时在你旁边 那其实不至于 其实要寻寿的不容易 像我们家是因为小朋友 有这个爱心 不知道哪里弄了一只猫 现在变成我是 变成那个猫的那个 铲死人 铲死官 要好好哄胎 然后跟它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它有它的个性 但你跟它有互动 但是呢你也要尊重它 那我们在寻找真实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里面用动物来比喻 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的心能够 function 能够正常运作 其实是在一个身体的 条件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的这个 平常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的心是当主人 我们的身体是配合我们的 好像甚至有时候 我们把它当成仆仪一样的 我要熬夜就熬夜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实际上呢 身心的关系 在关键的时刻 或者是说到了 人生的一个根本时刻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心 如果没有办法跟身体 这个具有动物性的 这个基础的东西 去做一个调和 整合 那么是它在做主 不是你在做主 生病的时候 大家能够随心所欲吗 我们有一个精神科医师 他也学佛多年 学密 然后那个 他自己就讲说 在 他曾经有过急性的重症 然后 在那个病中 要提起 奥弥陀佛的正念 何其困难 所以他也分享了说 当年那个广青老和尚 那个半夜 把大家都叫起来 剪铁钉 那种很刺的东西 哇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虐待 这个大家 他说你在往生的时候 比这个还痛苦 你有没有办法随时警醒 所以他这个是有他的 就是我刚讲说 今天我们要来谈 修行的问题 不是一个心灵的麻煞机 我们是要把人生很真实的问题 摊在眼前 修行的课题摊在面前 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真实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在跟真实打交道 我们就有可能是那个杯弓蛇影 那个故事 那个有人在喝茶 然后那个墙上的弓印到那个杯子里面去 就觉得那是蛇 那后来回家就生病了 人家跟他讲说 那个是公 但是他有一个 这个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治疗好的 就是你一定要回到现场去看 那个真的是公 那就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疑虑的人 你不够有自信 你不够开阔 不够开放 很有可能把你带回去看的时候 你都会想说那天应该还是蛇 他回去了为了安慰我 所以放了一只公 所以这个还是公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但是多数时候 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想法控制 可是我们的想法又是来自哪里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的身心状态 我必须要这样讲 以前我们之前有一位学生 他很优秀 清大毕业 然后来这边 其实他的生死学非常好 我说你其实也不用在这边学 但是他这个来了一年了 然后后来他还是去做自己的事情 他就跟我分享说 那个同学很优秀 但是他有幽闭恐惧 所以他来我们学校 是没有办法搭这个 这个什么统帘 也没办法搭什么自强号 也没办法搭高铁 他必须要搭那个区间车 因为区间车没暂停嘛 他的空间就会打开来 不然他就觉得闷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 就是基本上 死亡这件事情 对我们大家而言 都是停留在概念 我们知道会发生 但是我们现在没感觉 而且觉得那个是发生在以后的 某一个时间 或是先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那来的时候 当然你就措手不及了 可是他们是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那个死亡就是会发生 不是想的喔 他可以感觉到 因为生活里面其实充满危险的各位 我们 我今年五十六岁 在我们学校一个老师 就是大长来过世了 跟他很好 然后 以前也是同一个大学 同一届的 不同的系了 那 另外我刚好同时一个学生 他先生 这个可能在网路上都可以搜得到 大家都可以看 然后另外一位也是 就是 这个 高雄某家医院的院长 很年轻 他更年轻 大概五十出头而已 才五十二岁五十三岁走 他们人生 当然活得很精彩 因为是以高速在行驶 但是就是 如果你七十岁一天当两天用 你大概只能活三十五岁吧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然每个人可以选择 自己画的人生曲线 是要怎么样 这个个人 可是如果这个是在你的意料之外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认为你可以怎么样的去 挥霍你的 这个 或是运用 你的身心条件 只要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 其实是OK的 可是多数时候我们看到都是人 他是在遇到这个 这个现实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警醒 然后突然之间去审视 就发现 我们原来对这个世界的预设是错误的 这就牵涉到今天讲的真实的问题 泰戈尔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当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 我们人通常会说什么 他说这个世界骗了我们 世界怎么会骗我们呢 我们是一个目的性的存在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官能知觉 如果我们能够去盛思明辨 然后才去这个 这个博学审问 然后才去笃刑的话 其实应该 不至于会有这个问题 但这里面反映出来就是 这是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对人生来讲 是横抗陈领侧陈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你听太多 这个 世间的这个事情 几十年一变 现在速度更快 大家都看不懂 看不清楚 我们会急于想要去了解一些外在的讯息 然后来帮助我们去调定我们的方向 螺盘指南针 但是大家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种 对于外在的某一些 包括资讯 包括某一些知识的渴求 其实反映的是 我们自己心的一种混乱 刚刚讲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我们想要去 其实我们真的要去 稳住的 需要去联系的 其实是我们这个内在的 这个真正的自我 这个真实 生命的真实 也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牛 要去寻找这个牛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第六感的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身在此山中 但是我们不持如山真面目 根据这个禅宗灵迹的 灵迹这个禅师的说法是 这个我们跟这个所谓的牛 跟这个真实 其实是相逢不相似 共语不知名 我举一个公案的例子 有一个禅弟子 在修禅 然后跟这个禅师 我们现在看后面 有人在扫地 有人在禅堂里面 他就问这个禅师说 什么是主是希莱裔 当我们问主是希莱裔的意思的时候 在参禅里面 他就等同于在问 什么是第一地的真实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同样的 就是那只牛 OK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现实的 生命的真实是什么 那当然按照那个 他原来问的方式是说 究竟当初达摩主司 从印度 希莱 然后到这个东方的中国来 他本身要传法的那个 心法要指到底是什么 他要问的是这个问题 结果他问禅师说 什么是主施希莱裔 当然这种回答 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禅语录 你就知道 那各式各样完全都不同的 在这边他是很简单跟他讲说 你去帮我拿这个普团来 我们在禅堂参禅都要做普团 帮我拿普团来 他说好好我去帮你拿普团 就普团拿来以后 又问那个禅师说 什么是主施希莱裔 我已经普团给你拿来了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主施希莱裔了吧 但是那个公安到这边就没有 同样的事情 他又再重复一次 去问另外一位禅师说 什么是主施希莱裔 那位禅师去请他拿禅板来 有一次要打他 就去拿 他也去拿来了 就拿来以后呢 他还是没有讲 他就自己在那边喃喃自语 说这个禅板都帮你拿来了 怎么还是不告诉我 什么叫主施希莱裔 那当然我想 这个公安我不打算在这边把它说破 因为说破 就害大家失去了一个开悟的机会 如果有兴趣 大家可以回去 参看一下这一段的那个文本 那那个 但是呢 我的看法是 两位禅师都已经告诉他答案了 但是他自己只是不觉而已 他没有察觉 他仍然停留在自己脑袋里面 去想的那个问题 他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刚刚两位禅师要他去做的这件事情 本身是需要被觉察的 如果他觉察了 那么他就等于回答了他 这就是当年达摩祖师希莱到中国 然后传法 他本身要你去觉悟的部分 那那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大家去想 以前我课堂上是讲的 那个因为是知识的目的 你今天换了场所 我想我不要讲好了 讲出来就害大家 失去一次这个开悟的机会 因为你就会用头脑嘛 可是我给你一个方向 就去想说 这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巡牛有关系啊 他其实 我刚刚讲了 我们在很多时候是 我们有觉得生在此生 可是不是如山真面目 如山真面目不是我们秀给大家看 一定是用这个各种散巧方便 然后引领大家 但是你自己要有决心 你自己要有火候 你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这个东西你直接的经验的一种体证 那么这个东西才会是大家自己的 人生的实相呢 那苏师也讲过啊 因为人生到处知何事 恰似飞鸿踏悬泥 泥上偶然留此爪 鸿飞哪腹鸡东西 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都很熟悉佛教的讲的无常观嘛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 易经也是讲啊 不易变易简易 变易简易不易 最后就是个不变的道理呢 就是一切都在变 所以在变动的过程当中 要动态的去把握真实 这是需要功夫的 可是大家首先一定要先把自己摆在 这样的一个位阶上 了解到说 我们是在动态的面对生命的无常 那苏师当然他讲得很棒了 这个很有画面的 我以前我记得我最初有的时候 是一个配上那个画 他真的就是去弄那个雪地里面的鸟啊 然后留下那个爪印啊 什么等等的 看了以后其实会引发人很多的这个思考 很有意境的 那这个很美 但这个美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真实 也是现实 好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 这个是大家在尝试上 在人生的经验上 都应该有的一些体会 那我们进入到像教理教义里面去看 也带大家从 因为我自己是学比较宗教的 所以就佛教基督教这两个大代表了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怎么在看这个问题 佛教看人生的问题我想大家也熟 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愿真会爱别离 求不得无印之胜 那生老病死 这个八苦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就苦 只要是经历这些都苦 那个出生也是苦 那个 你知道那个胎儿要出胎的时候是不舒服的 因为它本来虽然水床里面也不用自己咀嚼 什么的那个养分 那是很棒的感觉 睡高级水床 然后等到那个胎洞来的时候 它那个就是那个震动 它要把它push出去的时候 其实胎儿的感觉就是我睡得好好的 结果被人家硬是要挤出去 而且要通过狭窄的缠道 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很不舒服的 然后外面非常吵 又很亮 所以基本上那个有一些催眠报告 这个出胎入胎的催眠报告 可以告诉我们说 其实它这个经验来讲 是一个也是一个冒险历程 有人把临终当成是一个神话里面讲的英雄旅程 因为中间一路的挑战 因为它是一个过程 很多事情都不确定危险 那么这个 其实出胎出生的时候也是如此 即便今天医学这么发达 也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胎儿都能够顺产 它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 有风险的事情 然后你再透过那个超个人心理学 像那个葛洛夫 杰克的那个超个人心理学家 他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 其实他对我们的那个 那个经验对我们后来的影响也蛮大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本身 生其实就是苦 因为有危险有风险 有可能没有办法顺利 而且是不舒服的 要你强迫你改变现状 然后这个 老是一个不断老化的过程 那这个现在是我们 常造的很夯的议题 那个老人的问题很多 我父亲今年高龄96岁 那他还算健康 但是他就跟我讲 老年阶段是最难过的 他现在连排友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多重失落 所以我从这点上也跟我父亲在学习 越是碰到这种情况 越看得出一个人 他的那个心性的功力 这个但是要回过头来去检讨 我们人生怎么看待人生 如果你对人生的看法是太窄的 或者是说那个不正确的 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受苦 那我父亲他是碰到这些挑战 但是他一关一关过 本来他95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些状况 但他现在好像又挺过来的 他现在96 我给人家看他走路的那个 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里面 走路的这个速度 大家都觉得 但其实他看不到的是 在身体的外面里 他的那个心性在遇到这些困难 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那病死 这个我很有经验 我从小是这个体弱多病 这个死亡我也在美国有 很多这个临终陪伴的经验 回来教生死学 然后一路上遇到自己亲近的人走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受是很难言喻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一层一层的 从表层进入到深层 很多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在深层的层次上 我们就会出状况 因为这里的水太深 如果你的舵不够稳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你虽然知道但是你做不到 所以这个修炼的差别就在这里 那愿真会 因为我是专门在讲死的 那个临终关怀 所以我们在这边先保留一下 愿真会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那个 冤亲债主都会 这很容易就在一起 一般大家的想法都是觉得说 是因为前世啊什么 这个我们也不排除 可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个 这个我们在人生里面就可以把握的 可以理解的一个道理 你知道在美国有个统计 命案发生最高的频率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在卧室啊 浴室啊 厨房啊 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很亲近的人 才会有机会 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那个 那个 大家知道那个犯案 它背后其实是去触动到 那个每个人很深层的 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机会亲近 其实很难 所以大家在职场上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天敌啊 怎么样看到就是不顺眼啊什么的 或是很多时候你连邻居 都会让人家很讨厌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就是 愿真会你可以倒过来想 如果你跟一个人 没有机会 长期近距离的相处的话 这些问题也不容易浮现吧 是不是 我们就比较容易保持距离嘛 我们大家好来好去就好 所以你反过头来你可以想说 这就是修行的功课啦 因为你跟他有一些比较深的缘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 这个面对这样的课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 像每个家庭里面或许或多或少 可能都有一些 我们讲的那个难念的经 或是难言之隐 这个李安当年拍那个 断背山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惊讶 我去看以后 我觉得蛮感动的 可是我想说奇怪 我好像为什么会认同 里面的那个主角 然后那个 后来我自己得出四个字 就是说李安真的才会拍了 他拍到有一种普世性 虽然他今天借用的是那个 当年还不是很开放的那个 同性恋的那个环境 然后他们在压抑 可是我觉得他等于是在告诉 所有观影的人 人生是不是都有难言之隐啦 各位自己想想看 他把那个难言之隐拍出来 当那个画面 那个情节 那个带动我们的能量在流动的时候 就触动到你了 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 所以那个 像愿真会 我觉得要这样看 IPA里也是一样的 我在以前好多年了 那个在新竹 有一个新大配 就是老教授 他上偶 他们间谍情深 夫妻感情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世间也是这样 感情不好有问题 感情好问题更大 因为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痛苦 然后他后来也跟我讲说 其实那个 当他在安宁病房 看着自己老伴在那边 虽然痛苦 可是他至少形体还在 可是他走了以后 他整个就是茶不吃饭不想 他觉得整个人都空洞化 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 他其实蛮厚道也蛮仁慈的 他比如说坐在后排 他举手发言的时候 问我问题 他说他不期待我给他答案 其实我怎么可能会有答案给他 对不对 然后但是他就说讲讲话 跟他打打气了这样 他其实尝试过各种宗教疗愈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心理治疗 跟很多的团体 可是你会发现到 这些都是助缘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心性 就是你这个自我做 因为我们是目的性的主体 我们有点小看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在我们自己 人被赋予的特权上面努力 你做不成人 你就没有办法转 转世成智 因为做人 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那个忧苦 忧惧 这是我们人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我们一般到最后就会养成 如果你害怕这件事情 你畏惧这件事情 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你逃避这件事情 你等于没有通过这个试炼 你就不会有机会能够转化 那这个爱别离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最近有很多情杀案 这个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当然它这个层次比较低 就是它对这个执着的这个部分 已经太我们讲那个物化 心理分析的 心理分析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这是已经就是一种强迫 对于事物的练着 可是背后还是人的心性 只是这个心性本身已经 非常深重的被陷入在一种迷惑当中 它其实是不得自拔的 我们一天到晚也在讲自杀的问题 我们生死学也是都要谈这些问题 那自杀的人其实也都是陷入一种 不自在的不自由的一个地步 对它来讲它似乎好像只有这个出入存在 所以大家知道自杀其实不是要寻死 它是要为生命寻找出入 只是很可惜就是说 它寻找为生命寻找出入的方式 太层次太低 然后就是主动全部超之在即 就是失去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堕 那再来就是那个求不得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比较难理解 这个五因至圣 像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 生老必死是因为人都是有限 因为人其实生能够称而为人 能够成为今天特定的每一个人的个体 其实是有偶然性的 就是它有佛教教教因缘 就是一般讲的几率 就是好缘坏缘什么 那你要有这个机会 可是死亡却是必然 那我们在生是偶然 如果死是必然 可是我们一天到晚想要去逃避那个必然的事情 没有及早的去面对它 即使到了临终的时刻 很多人也都还是在逃避 我们在 因为在医院出路比较多 因为做研究 然后教学 那你知道像我们的 这边很多师傅如果不小心走到那个一般的病房去 会被人家轰出去的 因为觉得你只是来触我眉头 我时间还没到 可是你到安宁病房你去看一看 那刚好相反 看到师傅好像看到救星了 好像那个阿弥陀佛来了 然后不是只有病人依靠师傅 家属更依靠师傅 连团队都要依靠师傅 那你就知道说 你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 因为我们对于那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说实在是非常 是处在一种幼儿的阶段 当代的生死学大师叫库巴罗斯 他其实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成人 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上 其实跟小孩子差不多 什么叫小孩子 就是你的愿望跟事实分不清楚的叫小孩 对不对 我想要怎样怎样 可以啊可以啊 实际上真实做不到的 成人就是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愿望 什么是现实 可是在死亡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就是禁锢着希望 就是只有愿望 真实就没有办法面对了 今天我们也是要讲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处境 人生的问题很大 可以但是可以在我们面对死亡 这个必然性的时候 我们所持的态度上看得出来 我有一个研究生 他也是这个病房的安宁这个宗教师 他做得非常好 他也是一位出家师傅 那这个师傅修行就不一样 你知道有一个阿嬷 这个 竟然跟他提出一个要求 说师傅啊 明天你来背我睡好不好 睡一闷就好了 因为 所以感觉实在太好 因为他给人家这种很祥和的感觉 是不是 那你说师傅当然这种东西 为什么他可以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能够 以这样的一种 我们说生命的气质呈现 那这个就是有根基 这个问题都处理过的 都面对过的 这当然我们都知道 因为这边我们就写佛 在家的时候其实是有魔障的 全市的这个 这个师兄弟 帮他 还有包括师傅 帮他渡过难关 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大家不想修行的时候 魔障是不会来的 修行的时候 魔障才会来 因为这个就是 你的深度不一样 你有没有准备还要去面对这个真实的问题 你要面对了 他就会来 这个我现在就大概讲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深的一套 这个原始佛教的道理 我们人是射受想形式构成的 其实主要的问题出在这个形音 因为这个形式就是 当大县来的时候 我们由不得的 在威士里面有讲 像我们今天大家对生命的理解 是浅诚的 是表层的 然后又被这个物质的环境所迷惑 大家在威士里面有讲一句话 大家知道那个第八世 怎么描述他 他是先来后去的 一个胚胎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其实如果八世 他已经先进来 来了以后他就有机会 然后慢慢才去发展 我们今天讲的个体性 你的个人的业种 在这边慢慢去发展出来 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第八世 这个生命的本体的话 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 可是当我们走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是后去 他又是后去的 就是其实你的这个魂魄 这个灵魂的这个层次 或是我们讲的 佛教讲的话就是神世 是先离开的 但是你这个身体 第八世其实是后走的 他是先来后去的 可是对这个部分 我们都是不觉得 我们只原生在此山中 不是如山真面目 所以我们要去找牛 那这个东西就是行音 特别就是讲说 我们不得的 你注意看到我们有一种 不得不要去行硕的 这种力量 我们这个世间 一直不断的往前走 一直不断的行硕 然后到了某个地方的时候 由不得你的 所以我那天是听一个大陆 一个音频的 一个他很会讲故事 他就在讲说 读很多小说 他说读历史故事 读小说 如果你没有读到这种程度 那你没有真正读到 作者的心里面去 就是说 一个好的故事 一个好的历史情节 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物 都有他怎么样 不得已的地方 你如果都能读到 他们的不得已 那你就真的读到那个 情节跟历史 跟小说的那个里面去了 那我们有没有读出那个不得已 但是你回过来看 人生确实有好多的不得已 这就是我们讲那个行音的力量 由不得你 所以我们会产生业苦 那业苦的原因是 货业苦 因为你疑惑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解货的 如果你这个货不打开 你就会造业 因为你糊里糊涂的时候 你还是照样做事情 然后做的都是错事 然后在错事 这个累积起来的东西 又回过头来绑住自己 又造成苦 苦了以后又增加困惑 困惑就货业苦 就一直赚 这是佛教的看法 那这个基督教看人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基督教主要就是 这个有一个神嘛 他认为人是依神的形象而造的 而人是创造者 神的受造物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 那个人 讲这个其实也是通的 也有道理 因为包括像我们今天 所有的这个色身 包括我们今天 甚至刚刚讲的 我们带有个人性的那个神式 其实它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所以它必然要产生变化 但是这里的神就是 去说明那个 超越我们个人 这个有限的形体的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的一种生命的真实 如果你这样去理解它的时候 比较能够去连结到 我们今天讲的佛教的东西 然后就是从伊甸园堕落人间 因为伊甸园是什么呢 伊甸园就是那个 它不会分别善恶好坏 就像孩子很纯真一样 你会发现各个宗教 其实他们在这个地方 都是有同样的认识 只是他们的语言不一样 他的语法不太一样 像那个老子也有讲 就是说 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婴儿的阶段 因为在婴儿的阶段里面 就是那个不思善不思恶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 对每件事情都好奇 但他其实并没有 预先有的那个善恶的判断 那伊甸园大概就是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让我们不进入到那个 属于基督教特殊的 他的神话系统里面去 因为我们堕落了所以受苦 然后这里面就是因为 我们带有原罪 原罪并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在道德上犯了罪 而是指我们天生 其实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存在 不完美的存在 不可能做出完美的事情 所以他要回归完美 要去结合 那我曾经在台中那个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近空老法师那个 他师父嘛 那个李 对李敏兰岛居士那边 他那个道长很特别 他也是每年办这个暑期下一年 我曾经有一年去跟一个 那两次经验都很特别 就是都是代表佛教的 一个是跟基督教的对话 另外一个是从佛教的宗教的观点 去跟那个科学家做对话 那那场跟那个宗教的对话 那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是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 而且他本身也是宗教学者 那基督教的专研的 那他说那是他第一次 在不是教堂的地方讲基督教 但是印象很深 因为他讲原罪我印象很深刻 他跟我自己本身在思考问题的 那个路数 那个方向很像 就是说他会从一个经验的角度去看 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高中阶段 其实他也是非常不稳定 然后自己也找不到自己 然后就很讨厌自己 很多年轻时候都这样 然后他说他常常迟到 找退啊 翘课都有 结果他说有一天他正想 那天又迟到 然后在门口的时候 正想要怎么样混进校园的时候呢 坐完有一个传教的人过来跟他讲说 小朋友 那个你有罪 然后那边他马上就愣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说 而且你罪很重 我这边有一张名片 这个是教会的地址 你到那边去的话 或许你可以得救 他说他人生已经够混乱了 结果又来一个人跟他定罪 还说他到那边去赎罪解救 他马上不加思考就回过去 他说你有病啊你 他说你病很重 我表哥的诊所地址我现在写给你 你去找他或许你还有救 然后他就是很得意你知道吗 当天他说他这个当下年轻人反应很快 然后等到他说 他说那件事情早上发生以后 他就没有再想过这件事情 可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突然之间早上的这个情境就跳出来 那个画面跳出来 然后他就感觉怪怪的 现在有没有感觉前面那个怪怪 something wrong 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怪怪的 但是那个经验他就会说 那就是原罪的经验 这样大家在经验上就比较能够找到线索 我觉得这个很有启发性 就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 我们的牛不见了 所以要如何解决人生的问题 我们只好认识真正的自己 那真正的自己谈何容易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真正的自己在哪里 等于在问我是谁的问题 有一个传统妖精打架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两个妖精打架 然后他们就是为什么打架 因为要争一个尸体 有一个人好好在那个地方 结果他们就是两个妖精都要说是他的 结果后来他就把这个东西的结下来 把他弄到这个人身上 把他身上的这个拔下来 弄到那个死尸的身上 结果两个人那边弄了好久以后 最后发现他身上的每一块肉 都是从那个死尸身上弄过来的 然后那个死尸变成全部他的东西 那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吓死了 当我们身上的东西 全部不是我们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像很多的患者 他们在拒腿拒掉以后 在医疗上有所谓的患肢现象 大家知道吗 腿不在你感觉他还在 而且你脚体板特别痒 想要去抠他 据说半年都还在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身心的执着 这个是很深的 然后那个 你如果要知道自己是谁 你必须得通过这个经验的路径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overcome 就是克服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话 其实你的烦恼会由此而生 而这个故事最终是要告诉我们说 身体其实不属于自己 有一个超越这个身体的层次 所以你的认同 如果在你的身体上就会很痛苦 可是我们现在在世间的每一件做的事情 都在强化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认同 所以开始他去找牛 如果你开始进入到身体阶段 你就会找到这个牛了 你就会找到这个牛了 这个牛就屁股被你看到了 它还是要跑 你不一定能抓得到它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 它是黑的 它是有野性的 它不受驯服的 所以大家在静坐的时候 如果你对于你的身心 有这种所谓我们讲的知觉体验的话 你大概就是有一点看到这个牛了 碰到这个牛了 但是不好稳固的 所以这个人类的本质是 巴斯卡讲过 除了我们有身心以外 可是我们有思想 因为他说人只是一只芦苇 大自然中最脆弱的芦苇 用一种文学性的手法写 可是我们是能够思考的芦苇 然后这个地方我想就是说 刚刚有稍微提到了 但是就是稍微整理一下 让大家知道说 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生命发展 这罗洛梅 一个美国的存在心理学家 他说我们的人生 其实是有一连串的危机构成的 出生生存危机 五六岁的时候的危机 十二岁青春期的危机 然后要确定独立是有认同危机 爱情与婚姻有危机 工作有危机 中年危机 老年危机 临终与死亡危机 我们生死绝在处理这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从一连串的危机构成的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危机的发展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关键 那这里有一个图 帮大家整理起来 这个 我们不是只有肉体 我们有心智 灵魂跟灵性 这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讲的佛性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基督教的神性 然后我们其实有认知 有情感 有灵性 有道德的发展 这些面面都要聚到 有的时候会在这里出问题 有的时候在那里出问题 这好像给我们一个罗盘 大概知道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我们要去探求真正自我 其实是有困境的 我们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待会我们来看 这个困境到底是什么 然后出炉到底在哪里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感谢蔡昌雄教授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十地菩萨的发光地菩萨 是三地的菩萨 他请求佛法 受持佛法 能够忍受一切外在的境界 不再动心 他今修定学 得到慈悲喜舍 似无量定 不再被贪嗔于痴 所欺骗蒙蔽 圣格昇华 如同光明一样 驱散了一切的昏暗不明 所以叫做发光地 生命电视 生命电视